他是范贤的头号心腹 也是最忠实的伙伴 即使在范贤与庆帝对立之时 王启年也毫不犹豫地支持范贤 他在见柴院不起眼的边外文职人员 可不受重用的下层官员中 挑选出得力手下 一手打造独属于范贤的启年小组 并且对各种隐秘消息也都了然于胸 叶青梅是你娘 他的身世你也知道了 庆于堂和他的身世 你要多说出半句话来 明白 启年告辞了 读完庆于年原著才知道 王启年曾是混迹在庆国北部的江阳大道 他长期流窜在边境周边的诸侯各国偷盗货物 练就一身隐秘刑技和追踪的本领 后来在诸侯各国的联合围剿之下四处逃窜 适逢陈平平随庆帝筹创北发示意 因赏识王启年的本领 让他加入检察院免去罪责 自此之后王启年成为检察院的官员 他意气风发真机破案 在他手下范式的官员都得牢牢实施吐露罪情 因此他为检察院做出了大量贡献 但是人到中年特别是有家事之后 王启年便被岁月抹去了棱角和锐气 他从五职转到了文书一职 每日踩点上班到点下班 为了更好的安顿齐儿 他用所有积蓄在城南普通名乡 购买了一套带有别人的房子 以至于口袋里几乎没有一点剩余 这也是他平日里抠抠嗦嗦的原因 我听说在大人麾下 每月有五十两银子 还有地影牛 范贤进入京都阴差阳错之下 在检察院见到的第一位职员就是王启年 得知范贤替司身份王启年便有意上行亲近 而范贤身边也刚好需要人手 因此两人一拍即合 聊了几句之后范贤就去了清庙 并与庆帝和鸡腿姑娘林婉儿在庆庙五遇 范贤与庆帝会面时 沿路保护庆帝的高手都被捂住打晕 内务部调查安保事件 查到王启年与范贤见过面聊过天 便拿他做了替罪羊 找了个由头将他从检察院革职处理 王启年没了检察院的俸禄 无力养家糊口 只能到处找工作 因为有检察院的履职经历 所以各个衙门都不敢用他 王启年成了下岗的落魄男人 刘兰杰刺杀案后 范贤身边没有可同之人 便派遣王启年跟踪私立里打探相关信息 范贤在青年殿一夜醉酒事版篇 假装醉酒后 从太后屋中偷取叶金没留下的箱子钥匙 王启年帮范贤找来复制钥匙的锁匠 他深知此事泄露出去定会被抄家灭族 所以从这以后 王启年的命运就跟范贤绑在了一起 到这里不得不感慨 陈平平的安排之巧妙用心智细致 陈平平从多年之前就开始谋划为范贤铺路 把最适合的人安排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上 他慢慢把院子中一些有能力的官员 调配到不重要的岗位上 让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都得不到施展 只能郁郁不得知的混日子 等到范贤来到京都需要人手的时候 这些人就可以成为他的助力 而王启年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组成独属于范贤的启年小组 王启年也成了范贤的第一个心腹 之后范贤出世北齐 王启年帮他出谋划策 范贤回庆国之后 王启年以庆国红禄寺 常驻北齐剧中郎的身份 接体验兵云处理北齐英事务 同时受范贤指令 暗中盯紧长公主李云瑞 安排在北齐上京的崔家和内裤走私 为下部拔掉名家 切断长公主李云瑞的财路做准备 二皇子谋划京都报月楼事件 范思哲被范贤连夜送到北齐上京城 王启年作为晋国检察院的官员 又是范贤的头号心腹 他全力协助范思哲在北齐经商做生意 以便在摧毁崔家后 将内裤走私交给范思哲打理 王启年潜伏在北齐上京城一年多的时间里 成功地与北齐皇室和锦衣卫衙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让当年因为阎兵云意外曝光 而变成一潭死水的北齐蝶网重新活跃了起来 王启年做事滴水不漏 让范贤对于北齐的一举一动了然于心 王启年返回晋国后 范贤本想让他主持一处工作 暗中侦查京都百官 却被王启年断然拒绝 他想重掌启年小组继续为范贤出谋划策 他也成了范贤身边 能帮他掌控全局的关键人物 范贤布局刺杀二皇子李承泽的八家将 揭露长公主李云锐和太子李承前 挥乱公土之事 第二次下江南打压明家和江南水士走私案 等一系列大事王启年都参与其中 就连陈平平 范贤和庆帝都不知道的隐私 王启年都了如指掌 这位姑娘是北齐圣女海棠朵朵朵 怪不得老师不带师娘来讲的 您这嘴还是要学学风轻重 在大东山事变发生时 四大宗室连带五竹齐居大东山 范贤提前被庆帝派回京都主持大局 而作为范贤心腹的王启年 却被留在大东山 所有人都认为庆帝必死无疑 王启年也不例外 所以他在四大宗室齐居大东山时 就飞奔下山 他一直在范贤有意无意的灌输下 对自己的性命非常看重 在无法改变大局的情况下 他知道一定要先保住自己 他想要尽快告诉范贤这个消息 才能够帮助范贤做出最有力的应对 可还没等王启年奔到山下 他就看到苦和合思固件分别扶伤离去 这让王启年知道了山上形势有变 王启年想着赶回京都将这个震惊天下的消息 告诉范贤和陈萍萍 免得范贤在京都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而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就是担心范贤趁着庆帝远离京都自立为王 遗憾的是王启年半路被陈萍萍接住带领 没有给他任何传递消息出去的机会 一方面陈萍萍是保护王启年 擅自逃离大东山 不论是庆律还是怨务条例都只有死路一条 另一方面陈萍萍不想让京都中人知道庆帝活着的消息 他要让长公主李云锐 太子李承贤 二皇子李承泽和树密院大老秦业在京都叛乱 借机解除庆帝身边的所有的亲人 王启年也被迫隐藏自己的踪迹 易龙跟在陈萍萍身边 三年之后陈萍萍在退休路上始终一难平 他从达州返回京都质问庆帝 当年叶青梅被杀的真相 王启年在高达配合下打运跟他齐名的踪追 用最快速度将陈萍萍回京的消息告诉范贤 等范贤赶回京都 陈萍萍已经被庆帝处以临时之刑 遭受千刀万剑后 在秋风冷雨中死在了范贤怀中 范贤与庆帝决裂之后 在范若洛巴雷特众局支援下 范贤逃出京都 王启年在北齐和庆国边境处接应 他协助范贤搜集情报联络下属 并在范贤的指示下 让范思哲准备好赴神庙所需的 医音物资和装备 最终庆帝死于五竹的雷射光线下 王启年一家跟着范贤 去了杭州安享晚宁